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突破了250万亿的一个规模 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十年的一个经济增长 主要是靠各国政府和央行通过借贷或者是负债来推动的 那么我们作为个人或者是家庭主体 我们都知道借贷如果是用来消费的话 其实是在透支我们未来的一个消费力 比方说现在降息了 大家觉得这个信用卡的贷款利息也降低了 然后呢买东西也便宜了 那么进行消费的次数和频率就高了 虽然我们可以满足目前当下的一个生活状态的改善 但是呢未来我们要为自己的债务付利息支付本金还款 但是呢目前250万亿全球的一个债务总量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大家去还稀还本的一个能力 别说还本金了250万亿 那么现在连巨大的一个利息可能很多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的一些国家小国家的央行已经是负担不起了 就像我们知道欧洲银行现在已经是付利率时代 是真正的付利率 就是说我们贷款呢买房子不需要给银行的贷款利息还账 而是银行反而刺激经济给我们钱让我们去贷款 如果我贷了50万我一年呢不用付利息银行还要给我2000块 这么好的事情搞得很多人都要想去欧洲移民买房 那么这种现象能不能持久呢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样长期下去的话 银行业会有可能发生严重的一个危险和风险 那么进而传递到金融市场金融体系每一个角落 引发一个全球性的债务问题 所以呢债务危机包括从08年 我们知道欧洲债务危机很多国家包括冰岛都已经破产了 澳洲这个目前的整个的金融危机还没有来 但是呢债务危机可能会比较提前一些 就像澳洲之前四单行呢 在发行了4%的一个融资利率 那么发行了一定的债务来刺激目前的资本充租率 长期以往的话可能呢引阵止渴啊 因为它融来的钱甚至还不够罚款的钱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振振荡荡的经济环境下 社会呢还是比较趋于稳定的 那么这个稳定的来源依据支撑是什么呢 是各国政府和央行啊 花大力气大成本去维护的 因为各国政府和央行包括澳洲澳联储 都不希望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发生在自己任期内 所以能拖则拖啊 能缓解则缓解 那么澳洲也是啊 如果是降息不好用了 可以印钞票 那么还有其他的继续购买资产的一些价格 今天早上路过CT发现 ACT的市中心居然出现了凭空出现了一条铁路 这样的话也是在证明 目前呢政府正在通过基建项目拉动地方的经济 所以呢这样产业化的丰富结构上来了 就会让我们的社会承压能力更加稳重 昨天呢我们也和客户讨论了一些 关于在越南投资的事情 我们认为呢 越南有点像一个玻璃房子 那么看起来很漂亮 目前呢经济增长也非常的快 但是呢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非常的不完善 因此呢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越南买房买股的人呢 还是要谨慎一些 越南的金融市场在过去呢 已经是大幅的属于资本流入型 泡沫堆积的比较高 那么在未来呢 如果美国或者是欧洲 或者是澳洲出现了更好的投资机会 或者是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些资金呢会很快的抽出 回流到这些发达国家 所以呢对于资本管制比较松的 这些东南亚的一些小国 如果大家要做投资的话 尽量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 那么股市方面呢 我们昨天看到 受到收购因素影响 这个Cartlex 就是加入战 澳洲的加入战 目前呢股价也是大幅上涨 主要原因呢 还是之前的两次收购 让它的市值有所回升 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或者是预期不太好的情况下 那么大家一定要持有一些现金流 比较充沛的公司或者股票 以Cost WorldWolf或者West Farmer等为例 都很简单 那么这些公司呢 股价在昨天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尤其是Cost 直接是涨到了16块钱 从最早1月份2月份 我们强力推荐的 给出了明确的进场价格 11块15 到现在呢 接近40%到50的涨幅 非常可观 这样的一个回报率 并且呢 对于大公司来讲 这样的回报率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所以呢 从经济环境和投资的角度来讲 即使我们未来预期不好 但是呢 依旧会有大量的资金涌入这个市场 那么最终导致价格上涨了 并不是它好坏的本身 而是未来在一段时期内 是否会有新的资金继续推涨 那么退出的资金数量 是否小于进入市场的 新的准入资金的数量 如果新进入的资金大 那么它的价格自然就会上涨 这是一个基本的供求关系的平衡 并且是再平衡的一个过程 那么黄金和石油方面呢 我们依旧是比较小幅度的看涨 那么虽然现在黄金价格呢 回调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呢 它的下方支撑依旧是比较强有力 那么因此呢 大家也是能够抓住机会 买一些目前回调幅度比较大的 黄金股票 或者是少量持有一些石油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对我们12月1号的活动感兴趣 线下的讲座 那么可以通过电话 03-8653-0603来报名 也可以和我们的小助手联系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